如果有一台笔记本 它看起来像游戏本 配置等同于游戏本 性能释放超越大部分游戏本 那它…… 没错 我们今天的视频主角 联想的ThinkBook 16P 这台机器去年作为独显全能本就狠狠地火了一把 今年的它也照例出现在了我们的618推荐清单上 不过因为是合集视频 所以介绍比较简单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一下这台全新的ThinkBook有什么玄机 ThinkBook 16P2024的外观有很大的变化 因为采用内吹设计 移除了侧边的出风口 全部放在了尾部 外观非常恐怖有力 A面有ThinkBook家族式的拼接设计和logo 能够看出是商务们的模样 ACD面均为金属冲压加上喷砂表面 质感和上一代持平保持了不错的水准 i9的顶配版在额头上附加了Magic Bay触点 可以外接补光灯上网模块等等 具备一定的扩展能力和可玩性 键盘布局不错 有小键盘和全尺寸的方向键 还有Think家族的实体翻页键 右上方的电源键支持指纹识别 按键手感不错 虽然不如圆感键盘 但是有小键盘和全尺寸方向键 商务和游戏都可以 触控板是玻璃材质 面积很大 手感也很顺滑 地面的边框宽度控制得还不错 上方摄像头支持人脸识别解锁 屏幕则还是这块3.2K的165Hz IPS屏 得益于高分辨率 观感很精细 最大亮度481nit 色域容积达到了109.2%的DCI-P3和106.2%的Adobe RGB 覆盖了98.5%的DCI-P3和90.4%的Adobe RGB 色域很广啊 而且做了完整的色彩管理和校准 在联想摆印当中可以切换到sRGB Adobe RGB和P3色域 色温均保持在6900K sRGB模式下对比度是1185.1% 除了Adobe RGB因为覆盖不完整色准稍差一些外 sRGB和DisplayP3的色准都达到了很出色的水平 响应速度上 黑白上升5.54ms下降4.39ms 灰阶上升6.68ms下降7.67ms 算是还不错的电竞屏 组合来说 这块屏幕依旧是目前移动端屏幕里面第一梯队前列的素质 i9版本的机身重量2.21kg 厚度21.4-23.2mm 在配置和性能释放大幅度升级的前提下 机身厚度和重量几乎保持了不变 说明并不是力大非砖头 而是在内部设计上下了功夫 电源是槽点之一 这块300W的适配器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05kg的重量以及庞大的体积拖累了便携性 希望未来能够获得一些轻量化的升级 此外16P还支持C140和C170充电器 如果要兼顾便携和性能释放 可以考虑这两个 机身左侧是锁孔10G的A口 两个40G的雷电4接口 3.5mm的RMai口 C口支持140W私有协议充电 以及独显信号输出 尾部插控放了HDMI 2.1和电源口 右侧有两个5G的A口和一个SD读卡器 机口数量丰富 速率够高 布局也很合理 分布在两侧便于插拔 整体都非常好 一定要挑刺的话 如果能有一个RG45接口就完美了 看完了外观 我们来看看这次ThinkBook 16P最吸引人的性能部分 对比2023 24款的16P把处理器从13代H45换成了14代H55 从6加8核的14核心变成了8加16的24核心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 毕竟Intel今年用Ultra替代了先前的酷睿I系列移动端 H45、P28都离开了舞台 而Ultra加独显已经有ThinkBook 16加了 那16P用HX也算是顺理成章 跑分当中R23单核心能2207分 多核心第一轮29666分 后续稳定在28000分左右 运行期间第一轮功耗能够达到157W 随后每次先冲到150W然后下降 并稳定在114W左右 核心温度97度上下 看看这刚闷的运行曲线让我想到拯救这个Y9000P了 显卡性能上ThinkBook 16P只有4060可选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标定是140W满功耗 但实际的显卡运行最大功耗为115W Timespy 10918分 FSE 13413分 Superposition 6680分 在今年的新4060算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控制台内有超频开关默认是关闭的 实际的游戏当中 对比传统游戏本1080P网游的帧数基本直屏 2K分辨率下 三音大作当中除了地平线、古墓丽影和战锤 其余的游戏均有几帧的差距 这也和刚才提到的显卡频率略低对应 本次我们还测试了最新发布的《家园3》 这是一款太空题材的即时战略游戏 距离系列上一款续作已经过去了20多年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技术迭代 游戏的画面提升还是很大的 和大部分同类游戏一样 相对更侧重于CPU 大约能够覆盖到3-5个线程 放在ThinkBook 16P上 2.5K分辨率下平均43.46帧 看得出压力还是很足的 综合下来 ThinkBook 16P算是和传统游戏本基本打平 但后者可是一台塑料机身 重量还超过2.4千克的传统游戏本 而ThinkBook 16P的金属机身 还只有2.2千克 虽然处理器上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14700HX和14900HX只差4个小盒 最终帧数基本持平 确实可以看得出 ThinkBook 16P的游戏性能和游戏本基本没有区别 唯一需要注意的点是原生的3.2K屏幕 对4060的压力还是太大了 帧数下降很明显 建议玩游戏的时候还是降到2.5K分辨率运行 生产力方面Photoshop跑分1418分 PR总分9841分 Spec Workstation我们本次也做了测试 详细成绩如图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暂停查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内部构造 ThinkBook 16P拆解难度不大 拧下所有螺丝就可以打开后盖了 内部构造排列还算整齐 内存是双插槽 i9顶配版本预装了一对5600MHz的海力士DDR5内存 性能看图 硬盘预装了一条2242延长的AM6B1 读写性能入图 算是还行了4.0盘 右侧还有一个空盘位 网卡是Intel的AX211 实测性能和稳定性如图没什么问题 下方是80Wh的电池 实测PCMark10续航时间为6小时47分钟 HX处理器的笔记本续航都不咋地 ThinkBook 16P开启节能模式调低屏幕亮度 差不多可以支撑个小半天时间 而且这台电脑没有可以冷切换的核显模式 只有热切换 离电使用时读写会被频繁的唤醒 应该也是续航表现不佳的一个影响因素 最后是散热 ThinkBook 16P的散热改动很大 从前代的多根细热管 改为了三根很粗壮的热管 移除了侧边的旗片 转而在风扇和尾部开孔做了内吹设计 散热模组乍一看好像其貌不扬 实际效果怎么样呢 25度室温下开启极客模式 单烤FPU 处理器功耗能够稳定在足足120W 核心温度95度 大核心3.6GHz 小核3.0GHz 单烤FORMARK核心功耗稳定在115W 核心温度72.6度 频率2175MHz 双烤能够达到83加115W 核计198W CPU91度 显卡83.4度 温度有点危险 但是这个功耗确实非常吓人了 如果将机身垫起来 双烤能够进一步达到85加115W 整整200W CPU温度下降到了86度 显卡79.4度 或许有观众会说 这200W功耗还是比i9000P低一点嘛 但实际上ThinkBook 16P的噪音控制牛逼多了 在平放198W的双烤下面 人位风扇噪音只有54.2分贝 而且这个时候表面温度也完全可以接受 键帽最高43度 中部的区域40度左右 万拖30度 我的个怪怪 2.2千克 23毫米 200W双烤 54分贝 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 要不是测试结果铁证如山 我肯定会说这是科幻片啊 但事实就是 ThinkBook 16P的散热能力 能够在超高功耗的头时 做到低噪音和可接受的表面温度 别说对比什么全能本轻薄游戏本了 即便是对比工作传和传统游戏本 不限重量 在16英寸的笔记本里面也没有几个对手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点 联想在ThinkBook 16P 2024上引入了静效指数 作为定量评估的指标 它综合考虑了产品性能、噪音、外壳温度提升幅度 以及整机厚度等关键参数 注重了用户在实际使用中的直观体验 可以在同样尺寸的笔记本电脑之间 快速量化系统散热的能力 提供简单直观的同类产品比较参考 因为产品性能与核心芯片的功耗直接相关嘛 所以说联想选择在双考测试最严苛的场景下面 将总处理器功耗作为分子 这就是电脑所需要处理的核心热量 为了有效散热 机器受到了风扇噪音、外壳温度上升 以及机身厚度、机身内部空间的限制 这些参数越小 表明在相同功耗下 散热设计的难度越大 但是用户体验会更加安静、舒适 因此这些参数被作为尽效指数的分母 通过这套尽效指数 就可以评估ThinkBook 16P2024的散热设计能力了 理想的也想用这款产品 通过尽效指数这个参数 树立行业标杆 最后我们照例总结了优缺点 够三条供给大家参考 这如开头说的那样 一台笔记本 它看起来像游戏本 配置像游戏本 用起来也像游戏本 那它其实就是游戏本 ThinkBook 16P2024 虽然顶着ThinkBook的名字 官网和详情页面 也没有任何游戏相关的字眼 但是i9HX的配置 200W的性能释放 拿它当游戏本用 没有任何问题 金属的机身质感出色 机口配置也齐全 屏幕素质还很高 整机没有多少硬件上的短板了 需要消费者考量的 就是感知较为明显的续航和售价了 9999元起 顶配11999元的价格 离主流价位确实是有些距离 大家亮丽而行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去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 笔八屏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教练买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八屏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